改幾個地方我想各位自己再去確定一下主要是 參數 然後這個一定要放在同一個目錄裡面OK然後這個地方語法稍微改一下 再來就是要放在哪一個 儲存格裡面 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說 請把這上面的這個 這個sub有沒有 其實可以不用重寫 你就把它Copy起來就可以了 Copy之後的話 直接按Enter 貼上 然後呢把這個名稱 加個底線 底線名稱叫什麼 再多一個資料庫好了也就是名稱不能取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名稱 也就是工作表整合然後多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 OK 好那 再來 基本上上面都不用改 改哪裡呢 基本上因為我們有假設好我們將來還是一樣 會需要多增加一個按鈕 假如說我們今天是把按鈕放在1月份這邊下面這裡 然後這邊就插入一個插入一個按鈕那按鈕的名稱 拉長一點好了 這個是工作表整合資料庫 名稱的話 就是直接 就是剛剛那個名稱 工作表整合 按下他之後的話 那我要去把 SS裡面的資料 打開來 查出來 1月份 放上去 查出來 2月份放上去 3月份 放上去 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一季裡面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都一樣 這個一不一樣 一樣 一樣要把原來的資料刪掉 一樣要在上面加藍位名稱 對不對 這兩個都一樣 再來的話就是說 最後這一行不要 因為我們已經 切到第一季 貼上 這個貼上